你有沒有三個孩子生產的時候 他都不在旁邊 對 他去忙什麼 他忙 他第一個在臺中榮總實習 然後第二個他在媽祖 然後第三個他在臺北值班 所以你生的日子不對 不是他的問題 不是可能是小孩 就比預產期晚 我請好假回家 三個都是請好假回家 為什麼結完婚要那麼快生孩子 年紀大 而且等於四年生三個 是為什麼 因為如果過三十五歲 就高齡產婦 就盡量不要死 完全從你的專業觀點來 對 就最簡單的數學問題 排順序說 然後二十七歲那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們趕快結吧 雖然我還沒畢業 可是再不結的話 就生小孩來不及 可能這樣 所以你一步一步都是策劃好的 對 照步驟 照計畫進行 你有碰過很有個性的女孩子嗎 我太太其實很有個性 那我就問她 為什麼你沒有去挑戰她這些 我很有個性 我覺得我沒什麼個性 分階段 就是慢慢的到一個地步 她會開始要 叛逆 反擊 對 對 那是很辛苦的那段時間 主婦的逆襲 什麼時候開始反擊了 為了孩子吧 對 可能是為了孩子 還有就是家庭的 就是我本來是在上班的人 每天穿著光鮮亮麗的 後來退居到家庭以後 變成我沒有收入 然後我只能用先生的薪水 其實心裡會有一點自卑的感覺 會有點不如人的感覺 然後每天就是小孩 小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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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煮飯 煮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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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非常沒有成就感的事 然後他回家 他不是說家裡打掃得很乾淨 而且他回家對我的問候是說 老婆 你今天睡得很累吧 意思 他就覺得他很幽默 可是其實我覺得聽得非常的刺耳